昨天警方国安署以串谋发布煽动康物罪拘捕失业 包括网媒《立场新闻》六名现任及前董事 提到他们涉及多篇被带有煽动性的报道及博客文章 企图引起他人憎恨香港政府及司法甚至煽动分裂国家 记协回应时形容连串拘捕引发寒蟬效应 对《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冲击极大 《立场新闻》亦在昨天下午宣告停止运作 对于这个情况涉及一些法律内容 也想找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 有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早晨 早晨汤家华 今次国安安全署拘捕了三男四女 包括刚才提到《立场新闻》的一些编辑 一些董事等等 就是用或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 第九、第十条 村谋煽动意图罪 可不可以和大家讲一下这个煽动的定义 是和过往在国安法之后 煽动他人分裂国家 恐怖活动罪那一类的煽动 是否同一个定义和理解 其实是有点分别的 大家如果不会忘记 这个刑事账条例是港英政府回归之前 很早之前已经定立了 里边就特别是规范了这个所谓煽动罪 这个煽动罪在60年代暴动的时候 就已经用过 最近在香港回归之后 经过19年的动乱之后 都曾经使用过的 煽动罪呢 其实都写得相当清楚的定义 就是不可以做一些 就是煽动 试图去煽动或者煽化 对于特区政府啊 中央政府啊 司法系统呢 产生这个敌意或者恶感 或者是 NV之间不同的群体 民间的群体 互相仇视 或者是 煽动别人不要遵守法律 或者甚至乎是使用暴力 那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行为呢 就叫做有一个煽动的意图 而你将这个意图呢 是化之于刊物里呢 那就无论是写刊物的人 或者是发表刊物的人呢 都会是属于犯罪的 那这个罪行呢 就和港共国安法是有分别 但是呢 这条条例呢 刑事状条例呢 都是其实是国安法的一种来的 那只不过是回归之前已经有的国安法 那根据新的港区国安法呢 里面部分的条文呢 特别有关于程序上的条文呢 都会是适用于这个刑事状条例 例如呢 是申请保释啊 或者是法庭申请搜查令啊 那就新的港区国安法呢 所定下的程序或者是标准呢 都是适用于这个刑事状条例的 那就是例如 我相信啊 在申请保释的时候呢 可能都会是涉及 这个关于港区国安法的标准的一些争拗 但是这些争拗之前呢 已经有法庭呢 是判了呢 是港区国安法的程序上的准则呢 都是适用于这个刑事状条例之下的一些罪行 那所以严格来说呢 现在被捕的人士呢 都是被干扮了国安法 不过未必是干扮了港区国安法 而不过是之前香港已经有的国安法 没什么就会扮iell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